我希望他們中國那邊下架我所有的音樂作品 我做這個動作主要是為了嗆黃鞍 黃鞍不要讓我在路邊上看到 只要看到一次我就跟他一次 OK 不過我們也很欣賞你這種人 說實在話 台灣現在跟當年不一樣 是是 那現在我們是非常欣賞這種人 像你看黃明志 是 那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聊非常多的話題 那首先第一題就是說 五年前你曾經發他們通告 說 他中國命令跟你有關內容物下架 那你不接中國的通告 那是為了什麼 這個可能是網路上面的一些 最後集結出來的東西 當時的臉書我發的訊息是 我希望他們 中國那邊下架我所有的音樂作品 那這個原因其實是這樣 因為當時我剛好一方面是發片 然後呢另外一方面 那個時候剛好要接進總統大選 然後呢 那應該就是我們蔡英文總統 第一次任期的 那次大選 主要我會做這個動作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做這個動作主要是為了嗆黃來 我這個人 我這個人 從來沒有打過任何 我連狗跟貓都沒有打過 我的小孩現在都已經大學二年級了 是大的 小的現在高中二年級 我連小孩我都沒有打過 我這個人是不輕易去 用手去打別人 是是是 但是呢我就曾經講說 黃鞍不要讓我在路邊上看到 只要看到一次 我給他一次 他做了什麼 他當時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他說盧廣仲是台獨 然後呢導致 盧廣仲的經紀人又開始 講一大堆有的那個 然後後來我相信 後來一件事情是大家應該都知道的 上新聞就是 周子瑜不是躺在他的 躺在他的宿舍 然後拿著中華民國的國旗 黃鞍又說他是台獨 那黃鞍說他台獨之後變成就是 周子瑜他變成要面對鏡頭 然後還不能化妝 一個小女生 對不對辛辛苦苦的跑到韓國去 當藝人 當時呢沒有人敢講話 包括我們演藝圈裡面的這些 主持大哥啦 一定的 一定的啦 那我想說我一個台語歌手 沒有什麼影響力 但是我必須要做一件事情去 讓 去嗆黃鞍 我的 我的主要的目的是這樣子 我這個文藝PO完以後 第一時間蘋果日報打電話給我 我們寫歌 我們演戲 我們幹嘛幹嘛 我們是用作品來 存在在這個 這個演藝圈 而不是靠著嘴巴在那邊 對不對 攻擊誰來存在 對 那所以 我是覺得 主要就是說你去問黃鞍 我就跟記者講 OK 不過我們也 很欣賞你這種人 說實在話 台灣現在跟當年不一樣 是 那現在我們是非常欣賞這種人 像你看黃明志 是 他這個更大 可是他現在錢也賺不少 所以我覺得 時代不一樣了啦 現在 所以賓哥加油繼續 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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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